这里是中国第二大高山牧场 传统的美食在老人们的手里一代代传承 相思场里有几种场 羊肺里为什么灌面水 一只牙签上能穿出什么美味小吃 羊的内脏究竟能做出几种美食 各种美食又有着什么不一样的传统故事 本期乡土走进巴音布鲁克大草原 一起品尝土尔沪特美食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乡土 在新疆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草原 人们都称它是天鹅的故乡骏马的天堂 这里有美丽的天鹅湖 壮观的九曲十八弯 没错 这就是巴音布鲁克大草原 有一句形容新疆的话不是说吗 早穿棉袄五穿沙 围着火炉吃西瓜 巴音布鲁克就属于这样的气候 所以呢 每年一入夏这里就特别的热闹 到这来避暑的人可以说是来自全国各地 上天山美景品草原美食 而要说起这个草原上的美食 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羊肉 没错 咱们今天说的还就是羊肉 不过呢 我们只说这个羊肚子里的美食 巴音布鲁克 蒙古语的意思是永不枯竭的甘泉 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河径县的西北部 天山山脉中部的山间盆地中 四周雪山环抱 海拔两千五百多米 草原地势平坦 水草风貌 是典型的河草草垫草原 它不仅是中国的第二大高山草原 更是新疆最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 在这里 天山积雪溶水 与地下的上千眼泉水 汇集盆地 形成八周的母亲河 开都河 蜿蜒在草原上的开都河 更素有九区十八湾的美称 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 开都河还有一个快智人口的名字 通天河 全国文明的巴音布鲁克天鹅湖保护区 就位于该河上游的高山盆地中 河流的终端 则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 波斯滕湖 每年的六到八月 是巴音布鲁克大草原最美的季节 被壮观美景和传统美食吸引到这儿的游客 来自全国各地 这个时候 也是草原上牧民们最忙的时候 不过 他们忙的可不是放牧 一大清早 苏不生老人的儿子就开始忙着抓羊了 这已经是最近两个月 他每天起来都要做的第一件事 正是巴音布鲁克大草原旅游的旺季 每天一只羊 有时都供不上吃 草原上有专门负责杀羊的人 一般都是维吾尔族人 他们赚的是手艺钱 干活干净利索 杀一只羊只收四十块钱的手工费 羊皮归他们 一只羊从杀到全部收拾干净 也就十多分钟的功夫 说起巴音布鲁克镇的穆加勒 可真是算得上草原一景了 小镇的主公路的两边 方圆几百公里 大大小小的蒙古包几百个 即使是这样 要是赶上周末的时候 你也未必能找得到住宿的地方 现在的人外出旅游 大酒店住多了不新鲜 反倒是这当地独特的蒙古包 更受客人们的欢迎 我们这个巴音布鲁克镇 大小小的2002年开始 我们搞这个木家来 那个一开始 这个有两三户 我们这个年年增加了 现在都就八十多户了 这个现在就接着 就是一天就是五千个人左右 我们这个开木家来的 就这个蒙古特赛的这个饭 我们这个 就开来就是 饭饭器 正如财代所说 品尝草原上独特的美食 也是吸引客人们 到蒙古包里重要的原因 要说起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 好吃的 您可能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大盘的手把羊肉 不过这只是草原上最普遍 也是最普通的美食 今天就让您见识一下 咱们专门来个羊的内脏大餐 这些专门用羊的内脏做出的菜 在当地非常有名 而且口味还相当独特 重要的是 每样菜都有着 托尔沪特蒙古族的一段 本民族的故事 让人吃到美味的同时 还能了解历史 这也算得上去 智慧的结晶了吧 这位就是苏不生老人 他家的穆迦勒在当地 还是相当有名 虽然开办穆迦勒 他并不是当地最早的 但几年间发展速度 却让老人觉得自豪 老人家是巴因布鲁克当地人 也是纯粹的托尔沪特蒙古族人 托尔沪特是我国蒙古族中 一个古老的部落 因为不堪忍受沙俄政府的统治 在首领沃巴西的领导下 在1771年东归 经过半年多的浴血奋战 形成上万里 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终于实现了东归壮举 回到祖国的怀抱 您看这些羊的内脏和羊血 仅这些食材 老人家就能搭配着 做出好几样小吃 苏不生老人 做这些羊的内脏 都是按照托尔沪特 最传统的记忆去做的 草原上的美食看似简单 其实做起来还是很讲究的 如果单从这刀上的功夫看 您能猜出这道菜的名字吗 我看刚才咱们在做这个的时候 这一块肉应该是羊肚 我这个认识 这个肉呢 这个肉就是普通的羊肉吗 不是普通的羊肉 这是羊肝上的肉 羊肝上的肉 是要专门选这种肉才可以 对 专门做上次尝的 刚才我看这个阿姨在切这个肉的时候 手法特别的熟练 而且这个是不能断 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吗 这是我们蒙古人的分锁 做相思肠 相思是不能断的 肉也是不能断的 这一下您知道了吧 这就是相思肠 相思肠是用羊的大肠 作为主要原材料 再加上羊肝肉 小肠 羊肚 放在一起做成的一道草原美食 刚才您也看到了 做这个菜最难的就是这刀工 按照当地的风俗 分开这些内脏 不仅不能断刀 而且粗细也要均匀 都说美食里面有故事 那么相思肠里面的故事 是什么呢 相思肠 比较我们托尔河的蒙古族 东北一代历史 表现了托尔河的蒙古族 想回到自己的 自己国家的怀抱里 羊大肠要先吹气 将粘连的部分完全打开 再将切好的其他食材 一点点塞入 这种手法也是草原牧民 最原始的做法 这个看似简单的工序 也是需要技术的 因为手上力度的大小 也是对相思肠口感 有很大影响的 很多人觉得羊肉 有股山气味 尤其是内脏 必须要用很多的料加入 才可以压得住 但在巴音布鲁克吃羊肉 您大可不必有这样的担心 巴音布鲁克羊 也叫黑头羊 是河境县的一个特产 也是新疆三个大尾羊品种之一 这种羊的主要产区 在天山中部的尤尔都斯盆地 而这个盆地 因为周围雪山环抱 形成特殊的小气候 产区境内的草原植被 以河本科为主 草丛矮 耐寒 汗生 耐木性强 牧草营养价值较高 所以每天吃这里的牧草 长大的黑头羊 只有一个字形容 鲜 做这个香丝城呢 特别简单 不用什么特别特殊的调料 只用咽巴就好了 要的就是羊的咸味 羊血也是牧民 不会丢掉的东西 而且在高寒地区 羊血的补充 也有助于他们身体 对营养的需求 这道菜在巴音布鲁克 相当有名 更是这里所有穆加勒 都会做的一道菜 用他们的话说 一听这菜名 就知道是土耳呼特部落的 看家菜 这个菜叫东归热血 当时我们土耳各特蒙古族 怀着一场热血 拼死回到祖国的怀抱里 所以我们当地取了这个名字 也是让后代 永远记住这段历史 与相思常不同的是 做东归热血 需要在里面 加上一些新疆人 最喜欢食用的洋葱 当地称作皮芽子 这道工序是做羊血时 不能省略的 这也是做羊血时 唯一的一种调味料 调好的羊血 如何才能成型 并做成一道 与众不同的菜呢 下面的工序 您就见识到 土耳呼特人的智慧了 这是羊的另一种内脏 羊胃 把调好的羊血 直接倒入羊胃后 就可以封口了 这种封口的方法 您可能第一次见到 一根筷子把羊胃穿插 再用绳子系好收紧 这也是当地就地取材的 最原始的 牧民自创的土办法 在巴音布鲁克 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草原的孩子 到了成年的时候 父母都会让他们 像手艺好的老人 学习做土耳呼特的传统菜 这不仅仅是为了 将来孩子能学到 养活自己的技能 更重要的是 要把自己民族的传统和历史 让孩子们了解 您看 这两个帮忙的姑娘 就是苏不生老人收的徒弟 做这些最传统的菜 在草原上 都是世代相传的 草原上做饭讲究的 还是土锅土造 燃料就是牛粪饼 这也算得上是草原特色了 蒙古族人世代生活在草原 对生养他们的环境 有非常强的保护意识 如果您来到这里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一是牛粪饼都会捡回来 当取暖做饭的燃料 因为没有污染 二是所有的食用水 都是自家蒙古包前的 一条自然形成的小河沟 没有人将脏水倒入其中 更不会在里面洗手洗衣 羊肠和羊血 直接放到清水里 加盐煮熟就可以食用 并不需要添加其他调味品 巴音布鲁克镇的海拔 在2500米左右 所以煮食物都要用比较长的时间 尤其是肉食 但这种高海拔地区 即使煮很长时间 肉都不会煮老 反倒肉质很嫩 口感更好 苏布生老人 有着自己的一套经营理念 凡是来他家的客人 他是绝对不会让他们 紧紧品尝到草原的美食 这么简单的 从游客来到蒙古包前的一刻开始 他便用托尔呼特部落最传统的礼仪 来接待他们 让他们体验最传统的托尔呼特文化 就没有托尔呼特 以前就听说过巴音布鲁克的景色 非常的美丽 今天第一次来 觉得这里的风景的确很美 而且这里的美食也非常的地道 在我们体验美食的过程当中 还感受到了这里独特的民俗文化 一切是不需此行 苏布生老人开了八年的穆加勒 在巴音布鲁克镇名气越来越大 很多客人都是慕名而来 老人家传统的托尔呼特美食 固然是吸引游客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在品尝地道美食的同时 又能了解古老的托尔呼特文化 更是让来者有一种意外的惊喜 这种现代的经营理念 在向世人展示自己民俗文化的同时 也在感染着草原上的年轻人 靠着穆加勒 苏布生老人一家生活得非常幸福 您不要以为传统的美食 只是老人们的拿手菜 草原上更有一些年轻人 也经营着穆加勒 做的也是地道的传统美食 这个小伙子叫巴音达莱 是这个穆加勒的主厨 妈妈年纪大了 帮着他打打下手 巴音达莱的手艺 是不折不扣跟着妈妈学来的 从小耳闻目睹 现在已经完全撑得起 有着五个蒙古豹的穆加勒了 他现在正在做的是 另一种羊的内脏 羊肺 在羊的内脏中 肺的做法算是最为复杂 肺食的了 一般地方吃羊肺 直接煮熟就可以吃了 但在这里却不是这样 这个就是里面那个血弄干净 每个通道里吹进去 然后倒个水 就里面血弄出来 两三次冲洗 然后里面也两三次冲洗 要这样清洗两三次 才能弄干净 现在要烘烘的 然后洗干净的 像这种方法 一直以来传统的这种做法 就一定都得吹一下 对传统的 羊肺要用这种方法 经过反复清洗 直到将里面的血 全部挤压出来 肺液变白为止 这种传统的清洗方法 能沿用至今 也是有着一定的道理的 羊肺里存留的血和粘液 如果不清洗干净 会直接影响食物的口感 巴音达来的妈妈 也在准备着 做羊肺所需要的食材 您不要小看了这块面团 这是做羊肺最关键的一样东西 那么这两种 看似并不沾边的食材 结合在一起 又会是一种什么草原小吃呢 还是干什么用 也是跟这个肺有关系吗 有关系 把这个面 前面和面的时候 就隐隐地和出来 然后这个 浓出来的 到这个肺里 要把这个面水 倒在肺里面去 倒在肺里进去 到这个肺里边是干什么用又起什么作用啊 就 面倒进去就好吃了 就好吃了 就是像这种方法 是我们 这儿的老人们一直传下来的这种方法吗 对 传下来的传统方法 以前的就是 那个面肺 面肺子是新疆最传统的小吃 在新疆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 是一道非常独特的美食 与过去相比 面肺子在传统做法的基础上 在近些年还是做了一些改变的 以前老人们做的时候 那个 以前是简单一点 就 放个面就可以了 还有 油 加上一点就可以了 再其他东西不加 现在加了鸡蛋 奶烧 那些东西加了 鸡蛋和牛奶的加入 使面肺子在营养和味道方面 比过去更加讲究 不仅如此 就连用了四十多年的名字 在穆加勒的菜单上 都给做了改变 一个有着民族内涵的名字 可能会让游客记忆更加深刻吧 我们做这个 羊肺 过去老人叫 面肺 面肺 现在 现在叫什么了 现在肺腑之言 肺腑之言 肺腑之言 这有什么含义 这个呢 就是跟这个 我们蒙古人的心 一样 白 纯净 就是跟你们蒙古人的性格 很有关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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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朋友 也心好的 调好的面水 用漏斗装入羊肺中 让面水 慢慢进入到肺叶的每一处 这个过程 也同样需要耐心 随着面水的进入 肺叶也慢慢明显增大 颜色也越来越白 所以在当地 面肺子也有白肺子之称 面筋作为最后风口的材料堵住气管 以防面水流出 之所以在羊肺内灌入面水 首先就是从口感上考虑的 面与肺叶融合煮熟后 会增加一种糯糯的感觉 吃起来更有咬劲 得中了好几公斤吧 好几公斤 而从另外一层意思上说 面肺子不是一道菜 而是最初草原上牧民们的一道 可以冲击的粮食 据当地人说 过去牧民家里孩子多 可以食用的粮食并不富裕 所以女人们便用这种方法做成面肺子 既不会把羊肺浪费 又节省了粮食 受生活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影响 过去牧民的饮食比较单一 做法也很简单 而现在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 巴因布鲁克大草原旅游的兴起 他们也在改变着观念 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 在脉象和口感上更加讲究 您看这一盘切好的面肺子 如果不说 无论从外形看 还是入口后的感觉 已经没有了羊肺的味道 完全像一种别具特色的面食小吃 看完前面三种羊内脏做出的小吃 是不是感觉还比较有创意 不过您要是看到后面的这个小吃 可能会更有食欲 先让您看看 这已经做好的吧 能看出是用什么做的吗 这一打眼 您可能会觉得 这不就是新疆的牙签肉吗 还真错了 前面看了几种羊内脏的做法 您不觉得缺了最重要的两样东西吗 这样的东西就能够心肝宝贝 心肝宝贝 这你们给起的名字是不是 对 那这个心肝我当然是知道是在这的 宝贝是指的这个油吗 对宝贝是这个油 为什么管这个油叫宝贝呢 以前就是那个 我们山下要冷嘛 我们吃就吃一点油 不提力 哦 就是你们牧民把这个羊油当成宝贝 是吧 对对 心肝宝贝这个名字 起的还真是贴气 所有的食材放在一起 就是一个菜名 不过 这名字起的简单直接 可不代表着做着容易 过去牧民自己家坐着吃 不怎么讲究 而现在可就大不一样了 就像我们牧区以前吃这种 就是心肝和油的这种方法 是什么样的 以前是就这个油和肝 做到一块 然后做出来的时候就切成 包着这个肉 又一块吃 哦 就是整个的煮 是吧 不像现在是要给它切开 哦 对 哦 那等于是到现在你们做的时候 就把它给分开做了 哦 分开 还加了一个心 还加了一个心 嗯 一个小小的牙签 本来只是起一个固定作用 但经过改良的心肝宝贝 还让当地人着实地动了脑筋 这也使得 这个本来从老辈传下来的 一种简单的传统美食 一下子有了新的生命 让人觉得吃的时候都会充满蜜意 这个就跟爱情有关系 跟爱情有关系 这个三样东西给最心爱的人吃 给最心爱的人吃 我们这个母区的年轻人的 把这个说成是出比特神经 把两个相爱人的心穿在一起 与之前三种美食不同的是 心肝宝贝是要加入猛料的 盐 辣椒面 孜然粉 一样不能少 而且还要将料往每个里面 都要撒均匀 让香料充分进入到肉里面 但从这方面来看 心肝宝贝的变化 在这几种小吃里面 应该是最大的了 与苏布生老人的穆迦勒不同的是 巴音达来餐桌上的美食 似乎更具现代气息 除了传统的美食 还会加上些水果青菜等新鲜果蔬 营养搭配更加讲究 作为土耳呼特蒙古族人 当地人都有一种自豪感 据统计 现存土耳呼特人 在国内约有十万多人 从东归壮举 到现在的两百多年时间里 他们时刻没有忘记这段历史 更没有忘记 土耳呼特部落悠久的民族文化 并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向后代传承 向世人展示 土耳呼特蒙古族 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蒙古族部落 两百多年前的东归壮举 使他们落脚在美丽富饶的 巴音布鲁克大草原 那直到今天 他们不但没有忘记这段历史 而且一代一代的土耳呼特人 还将这段故事 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展示给世人 并且将这段文化 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之中 让世代牢记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了解我们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你 节期间 离族姑娘采摘红毛丹做什么 多情珠 一条心 与情人节有关的美食 还有哪些 菠萝蜜 红毛丹 热带水果 如何摇身一变 成为离族特色美味的上等食材 互相泼水祝福的狂欢现场 又发生了哪些意外和趣事 下期乡土 走进宝亭 离族苗族自制县 去西水节里看一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